- 哈哈哈 - 哈哈哈 - 哈哈 - 哈哈哈 - 哈哈哈 - 他就變成這個樣子 - 對 - 整個晚上垂出來了 - 對 - 這個就是成品 - 對 - 然後呢 - 做完這個樣子 - 我們就加一點水 - 因為它因為是用鹽巴醃的 - 所以它會有點鹹 - 所以我們在煮之前 - 我們就要稍微把它用水 - 稍微把它洗過一下 - 不然待會吃起來會是死鹹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部分 就是跟學李虹的做法一模一樣 我們請主持人讓個步 不會名獎啊 我剛剛還不夠名嗎 我請主持人讓個步還不夠名嗎 難道你要我在下面這樣 好啦 快一點 好 所以學李虹我們大概就準備了一些 薑 蒜末 薑末跟蒜末 然後一點米酒 沙拉油 然後再來絞肉 所以其實我們這道菜最主要 不夠澎湃 會花到錢就大概是絞肉 然後因為它這樣醃出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樣有點透透的 對不對 透透的 那我們現在當然要 學李虹我們就要把它切嘛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把它切碎 然後我們剛剛 而且啊 你知道 他每次看我切菜也會罵 我到後來都不要說 可是你看他拿刀子就知道 有沒有拿錯就知道 他說我切菜姿勢也不對 鍋鏟左右也不對 好 然後我們蘿蔔皮 手套戴起來 沒有 手套戴起來容易 因為我要切這個不好 切東西危險 好 OK 所以我們就已經把備料都備好了 熱水菜 然後我們把水菜呢 剛剛我們的蘿蔔葉呢 先放過來 加點油 對 不用開火了 開火了 稍微熱鍋了 好 我們油也不要放太多 油不要加太多 好 然後呢 油鍋稍微熱了以後 我們要這個動作主要是 要讓這學李虹的水氣呢 把它先憋出來 好 所以你看到目前為止 這個地方是沒有花錢的喔 對 沒錯 對 這些材料我們都還沒 這是本來要丟棄的那個蘿蔔一根 還沒有花到錢 蘿蔔葉 好 我們稍微把它炒一炒 你學阿基斯喔 用筷子喔 哇賽 被發現了 好 大師的瘋狂 對 好 蘿蔔葉喔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蘿蔔葉一定要炒 一定要炒到 一定要有做這個炒香的動作 對 不然蘿蔔葉你直接 因為有些人學李虹是直接把 最後的這個菜放下去拌而已 對 可是因為你是用蘿蔔葉炒的 你繼續那火好大的聲音 如果你不把它好好的炒一炒的話 其實它蘿蔔葉吃起來會有點辛辣 對 它本身辣辣的 對 所以一定要煮熟 一定要炒過 而且我老婆其實有很多名菜 真的都很好吃 真的喔 來 你們大家來聞一聞 聞一聞 一般我們做水裡紅 都是用常介菜 有那個 可是你發現蘿蔔葉 其實它的香味也出來了 有那個味道出來 蘿蔔的香氣 反而是蘿蔔的甜味耶 對 就會有那個甜味 跟那個香氣就會出來 對 好 我們炒一炒 把它的那個水分稍微憋一憋 對 你先放在旁邊 備用是不是 對 所以這個是蘿蔔葉 或是蘿蔔乾 蘿蔔葉 蘿蔔葉 好 開炒肉 我們一樣再放一點點的油 對 好 不要太多 然後稍微讓它的油鍋 一定要有點熱 才會炒出那個 香味 香氣 香氣其實很重要 所以油溫一定要夠 沒錯 好 來 熱油鍋我們要等待一分鐘時間 哈哈哈哈 沒有 我們要直接來就對了 我跟你講 有了五分鐘 阿浦上菜嗎 所以我很緊張啊 對不對 沒關係 還有時間 可以隨便 親一下主持人 我們要優雅嘛 親一下主持人 對 不好意思 我來我來 好了 油鍋大概就好了 我們就可以放一些西香料下去 去炒出它的香氣 是 因為學李虹呢 薑呢我個人喜歡放多一點 對 因為我喜歡它那個薑的香氣 對 那蒜頭的部分呢 我們就著量放一點點就好了 當然還要配合你今天的 要煮東西的那個量 對 好 放下去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呢 來 我們就把它炒一炒 上用筷子 炒香 對 它都用筷子現在 然後我有一天去問阿基士說 阿基士 用筷子是不是比較好炒啊 阿基士說 其實比較不好炒耶 真的 那你為什麼要用筷子 他說 鏡頭比較好戴阿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爆香完了之後 我們就要放絞肉了 對不對 把絞肉放下來 看你喜歡多一點 大家喜歡多還是什麼 肉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剛好就好了 一半一半 好 那我們就再多一點 一比一 好 那肉要處理嗎 肉其實看個人 因為我不喜歡一開始的時候 肉就放鹽巴去醃它 有些人會這樣 可是如果你放鹽巴去醃它 會導致於它變得有一點點的 肉會縮起來 對 對 會出水會縮起來 所以我喜歡吃肉炒有點嫩嫩的 對 好 你開始是亂丟東西了 好 再來我們就把炒的水裡紅 放進去 這樣可以 所以肉不用熟了就這樣 有肉香味出來就可以了 因為我不喜歡肉 有些會太老 太死 對 好 然後要起鍋之前 我們燒大概的弄一點點的 對 米酒 米酒 味道就出來了 香香香 國外 味道就出來了 對 哇 很香很香 阿卜師 那如果 喜歡吃辣的人 當然也可以放一點點的辣椒 辣椒 你看那顏色就變不一樣 對 顏色就出來了 好香喔 雪里紅就不要再放鹽巴了 因為它本身我們醃的時候 就有點鹽了 再加一點麻油 它不是雪里紅 它是像雪里紅的蘿蔔葉 雪里紅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點的香油 去其他的香氣 憲哥他做菜超厲害 而且都很好吃 但是呢就是 他這個人都是看感覺的 所以有時候 所以有時候會 難免會比較重鹹一點 真的嗎 你那個小辣椒放了 我們沒有當 因為我剛剛那口辣椒 然後當了辣椒 好 現在我們炒到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準備 起鍋了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像喔 所以基本上 它就不需要花到錢 而且那個東西 一般大家是會丟掉的 然後你還要特別去買雪菜 不要 給我一碗白飯 好好吃喔 我沒有吃過這個味道 真的 它的那個口感 其實咬起來的感覺 真的就是很累雪里紅 對不對 幾乎99% 非常的像 如果不講的話 不曉得它是那個 胡蘿蔔的 蘿蔔葉 蘿蔔葉 現在要請三位 請舉牌 一定要選一個 一定要選 好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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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們先請 我們小姐來幫我們做一個講評 好啊 我先來講這個 這個豆渣鍋餅 好 這個豆渣鍋餅其實豆渣利用得非常好 因為我們豆渣拿掉以後其實很多的鈣質 對 還有軟鈴脂 軟鈴脂對我們腦部健康非常的好 沒錯 還有一個大豆液黃銅 大豆液黃銅的話其實就是對我們女生預防乳癌 還有它也會幫助我們留住鈣質 是 還有豆渣的纖維很高 對 其實我們把它濾掉以後那豆漿纖維幾乎沒有 對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的 對 那為什麼我會選那個我們台灣廚魚之神 對 是 阿補虛 對 是因為說真的很少人會用到這個我們的蘿蔔葉來做雪梨紅 然後它有那個嗆辣的感覺 剛剛仁府不是在說 它有比較那種比較新香那種 其實它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大家不認識 那個東西叫做蘿蔔柳素 是 這個東西會激發我們肝臟的解毒 酵素活性 喔 真的 對 還有蘿蔔皮也是 所以這一道對於解毒來講是非常好的 而且我們蘿蔔葉上面的就是維生素A 就β胡蘿蔔素到我們身體會轉成我們的 就是幫助眼睛 對 它的維生素A 對 所以我覺得能夠想到說 我們去煮排骨湯外 然後用那個蘿蔔皮 裡裡外外全部都用到了 跟蘿蔔葉我覺得很不簡單 是 而且就是它的一個效果其實滿好的 像你們講評的時候 這兩個已經沉了兩次了 快吃完了 你們也太誇張了吧 快吃完了 真的很好吃 快點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一般我們常講 婦人都說錢不是問題 那窮人呢 問題是沒有錢 婦人跟窮人的差別在哪裡 每年 每月 每天 你都為錢在苦惱嗎 對 你不是窮 你是沒有用對方法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抗掌有理 省錢無罪 省一塊錢 就是賺一塊錢 所以看現在才知道 可以讓你省更多喔 沒錯 今天大家的節目 真的非常有意思 最後再提醒大家 佩正出新書了 對 希望大家多多捧場 然後我在母親節前一天 有陳書會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 好 時間都在這邊 對 喜歡佩正的朋友 兩間地點都有 對 五月十一、五月二十五 跟六月二號都有活動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最後也謝謝我們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 謝謝